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13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稿文播报 我是Cherry 4月11日 一位青少年在苏里的一辆公交车上与人发生争执后被刺伤 尽管紧急送往医院 但他最终不治身亡 联合凶案调查组IHIT已经接受此案的调查 初步调查结果表明 这是一起有目的的袭击事件 苏里皇家骑警表示 事发时间大约是昨晚9点28分 当时警方接到报警 在King George Boulevard 9900号路段 一名17岁少年在公交车上与疑犯发生了争执 最终导致他被刺伤 血洒现场 尽管紧急送往医院 但依然伤势过于严重 最终于周三不治身亡 警方初步调查结果表明 这是一起有目标的袭击事件 但目前尚未发现 与低路平原的帮派冲突有关 警方也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 警方目前正继续收集证据调查案件 暂时还没有更多的消息公布 呼吁任何当晚在车上的目击者 或在昨晚9时到10时 途经案发现场一带 有车载监控录像的人士 请致电1877551448 与联合凶案调查组联络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苏里市两周内发生的第二起 公交车商人事件 但警方表示 目前上午证据表明 这两起事件存在联系 就在本月1日 一名男子在苏里市一辆公交车上被割喉 受害人 伤势危急 但经过抢救已经脱离危险 而一名涉案男子已经被捕 据CTV报道 加拿大公共检控服务署的文件显示 该男子被控意图谋杀 袭击严重伤人和持武器 做危险用途罪名 BC省法庭文件显示 这四项罪名都涉嫌 为了恐怖组织的利益 受到其指示或与该组织有关联 具体来说 这个组织及伊斯兰国 另外在3月26日 在温哥华市中心 一家人来人往的星巴克门口 一名本拿比男子 保罗被刺死 他是一位年轻的父亲 全家的经济支柱 据说两人发生冲突的原因 仅仅是受害者要求嫌疑人 不要在他的小孩子身边抽电子烟 在光天化日之下 他在未婚妻和三岁女儿的面前 以及许多旁观者的面前 被活活刺死 4月10日 大温哥华地区的天车线路上 也发生了袭击犯罪 周一晚上11时左右 警方接到报案称 哥伦比亚天车站发生争执 到场后发现 一名年龄介于16至20岁的年轻人 被刺伤 伤者与涉案者互不认识 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击涉案的 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 看了上述报道 相信你也意识到 最近大温地区的暴力案件 频发程度已经令人心惊胆战 大温地区公交车司机工会 一度呼吁 当局在天车车站及公车站 增加运输警察人手及保安人员 确保司机及公众的安全 有司机说 不只是塑理安全问题 在其他城市也同样存在 特别是在晚间工作 令人感到害怕 周三 BC省府宣布设立12个区域专门中心 针对重复暴力犯罪 以建立更安全的社区 专门中心将包含警方 专职检察官及缓刑官 每个中心都将为 该区域内的周边区域服务 协调整个司法系统的应对措施 当局还将设立新的特别调查 和针对性执法 以支援防止重复暴力犯罪 省府将在三年内 投放1600万加强执法部门 应对屡次暴力犯罪案件的 针对性调查 并改善警方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 省长尹大卫表示 确保社区安全 需要以协调及坚定的方式展开工作 新社的区域专门中心 将帮助检察官 警方及承教教官 专注解决特定的多次违法行为 以确保社区安全 将令屡次违法的人面临严重后果 同时确保为屡次违法的人 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在央行于12日宣布 保持利率不变的最新政策后 一些贷款专家预计 央行的这个决定 将加剧全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热 据多伦多新报报道 自2022年3月利率上涨以来 现在已经连续第二次 保持在4.5%不变 这将使买家和卖家都更有信心 能够很快地完成交易 这些专家们在周三表示 这向买家和卖家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其利率已达峰值 到年底可能会出现利率下降 自利率上涨以来 即使房价下降 买家们也依然在大多数地区的市场中保持观望 因为上升的利率让贷款成本变得更高 然而一些地方的房产局 如多伦多和温哥华 在近期3月份的销售报告中表示 他们看到买家已经重新出现 并正在低着低迷的市场 通过这连续两次的保持利率不变 我们将继续看到在人口的密集地区 如分割化和大多伦多的住房市场将进一步升温 LowesRis.ca的Limps在新闻稿中表示 多伦多地区房屋的均价在3月份达到了1108606 比此前一个月的109万6519有所上涨 多伦多房产局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然而与去年3月的129万8666相比 其价格下降了近15% 去年时竞价占让市场以疯狂的速度运转 在温哥华地区当地房产局表示 上个月大温哥华地区所有居住型物业的基准价格 达到了114万3900 比2022年3月下降了9.5% 但比今年2月增长了1.8% 央行行长麦克莱姆在周三时表示 市场中暗含的预期是 我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降低我们的政策利率 不过这并不是今年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在此次暂停加息之前 央行一直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 去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40年来的高位 但预计通胀指数会在今年夏天达到3% 这是好消息 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麦克莱姆警告说 我们的目标是把达到2%的通货膨胀目标 同时还有几件事必须要发生 这样才能让通胀完全回到目标水平 他透露 要将低利率必须达到的条件 包括通胀预期下降 工资增长缓和 以及企业定价行为的正常化 一户在加拿大BC省凯罗娜 居住了15年的七口之家 虽然有着4份的收入 但是最近也不得不考虑搬去生活成本更低的阿尔布他省了 妻子Cassidy表示 她和丈夫养育了5个孩子 分别是两个20多岁的成年子女 以及三个分别是17岁9岁7岁的孩子 15年来 他们一直在基洛纳的奥克纳根租的房子住 每次住几年 房东就要把房子卖掉 所以这一家人一直在搬家 直到最近他们租的房子又要被房东出售 于是他们被要求在5月1日之前找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压力太大 我们至少需要5间卧室 而现在的房价简直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正在努力寻找租金在3200家元左右的房屋 妻子说道 据了解 这家人一共拥有4份收入 妻子是一名bookkeeper 丈夫是一名汽车轮胎技师 他的大儿子和女儿都有一份全职工作 然而即便如此 妻子表示他们还是难以维持生计 市面上的5G市的租金都在4000左右 而我们可能需要大尺寸的房屋 我们实在负担不起 除了租金还需要支付食品 汽车保险 邮费等等 妻子在facebook上浏览租房信息时 看到阿尔伯塔省的房租更便宜 在莱斯布里奇 他找到了5G市和6G市的房子 月租金在1800至2200元之间 即使爱德蒙顿2500至3000元的5G市房屋 我们都是可以负担的 妻子表示 一家人正在认真考虑搬到阿尔伯塔省 唯一的阻碍是 我们目前四个人的工作都在这里 三个最小的孩子也在这里上学 他们在这里有自己的朋友 我们实在进退两难 妻子补充说 妻子担心目前的租房市场不会好转 因为新建的独立屋跟不上需求的增长 虽然很多新的公寓也在开发中 但是基本上都是一居室两居室 最多是三居室 根本不够容纳他们一家 妻子表示 他理解为什么当地的房东会涨租金 因为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但是他们一家还是觉得 这是他们在此生活15年来最糟糕的时候 除了搬离BC省别无他法 要担心自己今后住哪 还要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种生活实在是压力太大了 大文警方突击搜查位于温室 Cold Harbor以及列治文民居内的芬太尼制毒工厂 查获芬太尼 可卡因和甲基 本炳安等非法制造的药品价值近800万加元 温哥华警察局11日公布了一项名为甲本计划的行动成果 称查获了一批包括芬太尼在内的 将在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销售的非法制药的药品 黑市价值780万元 警方表示该行动是于1月份启动 重点关注在本地区不同地点制造和贩运非法药物的犯罪集团 调查中警方顺藤摸瓜地查到了位于列治文住宅区内的一所民宅 3月21日在温哥华皇家骑警和BC联合警力特别执发组的协助下 温室警方对该芬太尼制造工厂进行了突击搜查 从屋内查获了7公斤疑似芬太尼 此外从附近被捕的一名男子那里搜出了另外15公斤 同一天警方还缴获了87000元以及大量可卡因和甲基本炳安 接下来警方突击搜查了温哥华市中心高豪港一处的公寓 又从那里查获了4.7公斤疑似芬太尼和27万2000元的现金 警方称所有查获的毒品价值780万元 温哥华警察局有组织犯罪部门赫德表示 在BC省由于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众目睽睽下进行制造和泛运活动 每天都有更多人死亡或成为非法药物的吸食者 赫德说虽然这次行动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 但要解决BC省的滥药危机 打击从中获利的犯罪分子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VBT称已经逮捕了三人 并建议进行包括生产和泛运受控物质在内的多项指控 迄今没有人受到指控